罪名被送往西伯利亚 服刑十年 后来又追加了一些罪名 像盗窃罪和刑期增加到了14年 他的公司完全破产 被普京的几个亲信寡头瓜分 这些亲信寡头呢 是普京进入莫斯科之后就形成的 一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利益集团 当时被称为叫彼得邦 因为他是彼得宝来的嘛 叫彼得邦 Peters Group 俄罗斯首富的财产就被这些人给瓜分了 这个在当时被看作是彼得邦 全面的清算叶利钦前朝的遗留势力 并取而代之建立普京王朝的开始 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决 受到了很多国际的谴责 最后普京是在2013年 特赦了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 然后把他流放 他现在是只能流亡居住在瑞士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这犯了一个很优质的错误 他应该知道 他自己也曾经是叶利钦的权力基础之一 那么普京当然需要自己的权力基础 在西方权力格局是稳定的 美国的共和党不可能吃掉民主党 对吧 民主党的几个大金主也不可能一手遮天 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之中 但是更重要的是 西方文化传统上尊崇法治 法律有比较高的权威性 但是俄罗斯不是这样 他们既没有稳定的政治格局 也没有法治的传统 空有一个民主政治的制度的架构 但是操作这架民主机器的 依然是传统上的俄罗斯人 那么普京想要自己的政权稳定的话 就必须要拥有支持自己政府的所谓硬实力 说白了 就是要有钱 要有人 那么这个时候 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出去根除腐败 就等于是说 从根子上去动摇普京的权力结构 你不是想根除腐败吗 好 就从你根除起 妨碍我的权力的腐败 当然是应该被根除的 但是同时 维护我权力结构的腐败 那是不能碰的 这是一个极权政府的核心 好 说到这儿 我们也应该明白 为什么普京会贪恋权力不肯下台 事实上在这种权力结构中 普京不是不想下台 而是不能下台 他只要下台 他的班底就会被换掉 他自己的权力构架就会崩塌 那么他之前的犯罪行为 就会被追究 他将会成为下一个权力者反腐的祭品 被牺牲掉 叶利钦留下的班底不就被他清除掉了吗 叶利钦是找到了忠心耿耿的普京 而且他下台的时候已经有严重的心脏病 下台没几年就去世了 但是普京还相对年轻啊 他下台之后的岁月 谁来保证他的安全 您在这个位置上 您敢下台吗 所以后来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 也许普京开始是想搞民主的 但是后来觉得不行 就搞了一点小规模的极权 然后就变得越来越极权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漩涡 越是极权 你就会做越多的见不得阳光的事 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也就因此会缺乏安全感 而越是缺乏安全感就会越极权 极权这个圈子一旦开启 没有特殊的原因 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只会越来越极权 因为你会害怕它崩溃 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整个俄罗斯目前是空有一个民主政治的架构 但实际上内核运转的 依然是传统的俄罗斯的权力政治 这个彼得帮是核心 然后外围的权力者呢 需要收取权力使用的费用 比如说你要竞选杜马的议员 你就必须花很多钱 来获得这些已有权力者的支持 你要想搞企业 你就必须要去寻求权力的保护伞 而体制的反对者呢 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暗杀 俄罗斯的另一名富豪叫克里斯尼可夫 他表示说 在俄罗斯做生意必须要找政治保护伞 这个在俄语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找一个屋顶 一个克里斯尼可夫的讲述中 他的公司需要把赚到的钱的一部分送入一个投资公司 而普京本人拥有这个投资公司94%的股份 而这个克里斯尼可夫只拥有2% 普京的前政治顾问现在是从事俄罗斯政治分析工作的叫比尔科夫斯基 他认为普京私人掌控的财产大概有400亿美元左右 这个数据也得到了美国CIA的认证 马云和马化腾的身价恐怕也不到400亿美元 当你的身价有400亿美元 而且这些钱还都见不得光的时候 你敢放弃权利吗 普京把持俄罗斯的最高权利20多年了 当然他还会继续把持下去 如果他还不想死的话 今天的俄罗斯 国民拥有财产的中位数是871美元 这个是中位数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俄罗斯人口的财产总额是超过871美元 有一半还不到870亿美元 而印度人的财产中位数是多少呢 是超过1000美元 而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10个人 拥有全俄罗斯财富的35% 这种贫富差距是惊人的 普京在他国内的宣传则是说 俄罗斯之所以是穷 是因为西方的掠夺 而他呢 会通过一个强硬的姿态 来为俄罗斯人民夺回原属于他们的财富 不用再多说了 我们就看到了格鲁吉亚发生的事 我们看到了克里米亚发生的事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乌克兰发生的事 很明显 普京正在为俄罗斯人夺回他们的所谓的财富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俄罗斯人只会变得越来越穷 迈阿密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叫Karen Devisha 她说 我们不应该把俄罗斯看作是民主的失败 而应该看作是极权的成功 他们不是无法实现民主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实现民主 那么普京将会如何面对自己在乌克兰的失败呢 这个会成为普京的滑铁炉吗 西方应该如何避免把普京逼入死角 西方尤其是欧洲 又如何去解决自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呢